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AI半导体目前是全球晶片市场焦点,挥达等巨头都为其AI运算晶片搭配了HBM记忆体。 而在运算晶片同HBM整合封装工艺中,台积电的CoreOS成熟度最高,成为主流选择。 目前,台积电旗下CoreOS先进封装产,仍供不应求。 汇达,EIGPU占全球约80%份额。 研究机构集邦咨询指出,预计2024年台积电CoreOS月产能将达到4万片,明年年底进一步实现翻倍。 另外,韩国媒体日前表示,三星电子的高频宽记忆体HBM终将获得汇达认证,先进封装的中介层Interposer短缺是主因。 韩国媒体DILAC6月底报道,南韩当地有谣言直指,挥达要求三星更改HBM设计,恐记忆不延迟供应失程。 不过,有关报道在发出数小时后急遭删除,三星也否认这项传闻。 三星突然在5月撤换半导体部门负责人。 分析人士相信,三星此举很可能是为了在HBM等高阶、AI晶片追赶、SK海力士等竞争对手。 此后,市场就一直有三星无法获得汇达认证的传闻出现。 V-ELEC分析指出,台积电CoreOS先进封装产能短缺是挥达H100、H200生产预瓶颈的主因。 虽然台积电正在积极扩充CoreOS产能,封装过程需要的C中介层Silicon Interposer情况却不同。 台积电由于产能短缺,决定转向连电等业者采购中介层,但这仅能解决短期内的问题。 新的封装技术,像是台积电的CoV-SL技术,只在必要区域局部置入中介层,未来必须商业化,但其技术精密度等同前端支撑。 以ELEC之指,中介层攻击短缺,很可能是挥达最终势必得将部分订单下给三星的理由。 三星是少数几家能够自行设计,生产中介层的晶片制造商,该公司还同时拥有HBM 2.5D封装产能。 三星6月稍早也强调,该公司是唯一一家能同时提供记忆体、中介层、封装等一站式服务的业者。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、詹森·卫恩6月于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2024表示,辉达正在检验三星及美光提供的HBM。 他说,他们只是需要完成工程方面的作业,目前还没有。 他原本希望昨天就能结束工作,但事与愿违,他们需要耐心。 至于此前路透社关于三星、HBM面临过热及功耗问题的报道时,黄仁勋锦说,那里面没有故事。 基于这些原因,The Alec相信,三星、HBM迟早能获得辉达认证,现在只是如何通关的问题罢了。 另外,随着辉达B100、B200晶片推出,单片西中介层面积增大,使得产能数量减少。 台积电CoOS先进封装产能严重供不应求,这甚至让三星认为有了可衬之机。 在此背景之下,台积电南科嘉义园区新长府动工扩产之际,下游供应链爆料,台积电有意前往屏东再盖先进封装厂,现已迈入找地阶段。 对此,台积电未对此作出回应。 有议员指出,台积电是属于先进的封测厂,如果真的可以来屏东设厂,会带动下游供应链厂商也来屏东设厂,这无疑会增加地方就业机会。 但是工厂耗电,耗水,耗地,请问屏东县准备好了没? 对于质询,屏东县表示,团队一直做好准备,在兼顾权益的前提下,持续努力争取半导体先进科技产业来屏东设厂,但目前还没有接获进一步的明确讯息。 据悉,台积电目前自有封测产能,位于龙潭、竹科、竹南、中科、南科等地,南科嘉义园区新厂正兴建中,半日前,南科嘉义园区一厂疑似暂停施工,传台积电启动当地二厂建设。 若台积电启动屏东先进封装厂建设,台积电在台湾先进封测据点将增至七个,横跨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嘉义、台南、屏东等七县市。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先前提到,CoreOS产能供不应求,台积电虽持续扩产,仍无法满足所有客户需要。 为此,台积电已扩大委外制专业封测代工厂。 台积电正努力扩充CoreOS先进封装产能,自家产能目标是今年翻倍以上成长,明年也会持续努力,收敛供需之间的差距。 据了解,屏东园区规划引进智慧农衣、绿色材料、太空科技及其他新兴科技等四大产业,CoreOS先进封装,列载新兴科技项目。 换言之,若台积电有医院,符合申请落脚平科资格,不会违反进驻产业规定。 屏东县长周春米先前曾说,县府已整理相关潜力地点,透过行政院相关部会帮屏东争取,屏东准备好了,他和县府团队会争取台积电到屏东。 屏东县府城乡发展处指出,近年由于中央政府在南台湾科技产业的投入,形成南台湾科技产业S狼带。 2023年动土的屏东科学园区也将成为S狼带的一环,台南、高雄、屏东高科技产业一小时生活圈成型,成为屏东产业升级机会。 南科屏东园区几乎与南科嘉义园区同步开发,屏科总面积74公顷,南侧紧邻台一线,串街高雄市及屏东市,西侧临近推动中的国道7号。 台积电先进风装厂向南布局,中南布县市且积极争取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湾媒体MoneyDJ理财网7月上旬报道称,台积电正全面扩张CoOS产能,又已在台湾云林县湖围园区,逆得一处先进风装厂建设用地。 业内人士分析,台积电最近数年持续全力冲刺CoOS产能。 台积电2024年月CoOS产量将翻倍成长至4万片。 2025年升至5.5万至6万片,2026年进一步达到7万至8万片。 为了实现产能增长目标,台积电在CoOS产线、设备等方面积极投资。 在设备方面,台积电已于2023年4月、2023年6月、2023年10月和2024年2月下达了四波CoOS工艺设备订单, 目前仍持续追单。 而在新CoOS厂上,台积电南科嘉义园区P1晶圆厂已于今年4月动工, 但近期因发掘出疑似遗址停工,台积电转而启动同地P2晶圆厂建设。 台积电此前还有在苗栗县铜锣乡建设CoOS工厂的计划, 但遭遇了水土问题。 在此背景下,寻找云林县湖园区等更多合适的地点成为台积电的必然选择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用户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用户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